先议会30号上午是进行一读会 决议要把包含113年度县府总预算 还有112年度第一次追加减预算 有30项县府所送的议案 要进入各分组来审查 在临时动议当中 先议员张美惠他针对了 违反区域计划法农地非农用 在财阀限期改善标准上应该要一致 而不是遇到特定人士的时候 标准就不一 欢迎先议会一读会临时动议 先议员张美惠胡真淑琳就表示 民众陈情认为花林县政府 对于农地非农用 违反区域计划法裁罚6万 并限期改善 但一般民众遭遇到相关的罚则之后 未能在期限内完成相关的拆除作业 并可以申请展颜的说明 一般民众是无法了解相关的申请程序 我刚刚提的 我受理到的两个陈情案子 一个就是它的违法情形 它的这个农地上有水泥建物 所以它在去年的7月被罚6万 而且要求三个月以内要恢复原状 那第二个案子 它的农地上面铺了水泥的铺面 今年的5月被裁除 而且它是被罚第二次 6万加12万它被罚了 18万 因为说未改善 所以加被罚 因为这个法律是说可以连续开罚 一直罚下去 罚到你改好改善为止 那针对花莲县的大家长 徐县长家旁边的这个停车场 这块农地变成停车场 它上面有沥青铺面 有警卫亭 还有一个活动式的篮球架 那也被开罚 但是本席要问的是 从107年 这个就已经是铺上了这个铺面了 已经用了5年了 这5年当中 去年被检举才开始来 开始说要申请休闲农场 那这个过程当中 本席要问的就是说 很明显的 这个是 这个航照图就是很清楚告诉大家 就是没有农地农用 因为还是这个水泥铺面 有关于这件是因为农地上的违规 它那个法令啊 是从农业发展条例第69条来实行的部分 因为你违反区域计划法 因为这在非都市 我们裁罚的内容 告诉我们裁罚的内容 农地为做农业使用 有监护在上面 然后有铺水泥地 大概就这类 就是农地没有做农业使用的部分 那限期改善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要求 我们对一般民众 一般老百姓 都是三个月以内恢复原状 那对于这块农地五年 那我们再开罚它六万元 那要求限期改善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只是因为接到结局了之后 我们开始来做农业 还是那种 那裁罚书内容怎么开 怎么写 罚六万之外 要怎么样的改善 限期恢复原状 限期是限多期 多久的期限 这个刚才9月30 9月30 所以到9月15号有申请一个农业 要做农业休闲农场的一个申请案进来 你是3月31号开罚 然后说可以让他到9月30号 然后可以申请农场 你的裁儲书是这样写吗 他这样子是到7月1号 但这个他6月底 他有申请一个要展期部分 所以可以申请展期 那你应该也告诉一般百姓嘛 当我如果收到这个裁儲书 我们都可以来要求 我们都可以来申请展期 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你不能够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嘛 这样的双重标准 这样跟议员说明 对民众是这样那么苛刻 立刻要求 好我们也支持就是依法行事 你就是农地要恢复农用 但是这个目标那么明显 而且是花莲县的大家长 不能够带头违法嘛 在申请休闲农场的过程中 能够过吗 如果能够成为休闲农场 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威信在哪里 你们可以这样官官相互吗 橘真卫县长可以 傅昆琪县长前县长可以 一般民众不行 要被移送递检 依照这个个案 你们移送了没 记者林杰 欢迎是采访报道 他的行刺 评论 明星왔